大家好,我是喜歡優惠丁的那一側 這首惡搞影片導致我的頻道吃了第一個警告 如果當時開盈利的話,大概只是網標而已 所以放到這裡,STOP 今天要說的就是連續戰具戰車道冠軍九連 軍神的五校,黑十峰女子學員 沒錯,這是重製的 作為一家大學校,當然有初中部跟高中部之分 由於黑十峰十分重視戰車道發展 人家都是讓興趣在玩 黑十峰從初中已經有十分龐大的戰車道部隊 有三發梯、二號、三號等等 在漫畫艾瑞卡片,最有敘述每歲才初中的故事 學員艦方面是著名的齊伯林伯哲號航空母艦 是整個德國歷史上的唯一艘航母 滿排三萬多噸,可以飄33.8節 在1938年還沒有艦完已經下水了 不過由於海航跟空軍的物上不幸運 一直都沒有成績,只要戰後被當成拔艦達成 在最終這個學員艦是最大的 目測是有15公里 上面有參考是德國本土的無限速公路 OVA3也有提到可以容納十多萬的人口 但也因為太大進不了五港熊本 話說這個熊本也很有可能是來自軍神的原型 西柱小次郎的出生地 校盔方面是很簡單的鐵獅子 很多人都以為鐵獅子是德山的專利 不過鐵獅子早在這個拿破崙時期已經有了 1813年3月10日,緋特列威廉二三次就秀與了第一枚鐵獅子 其後到了二戰,各種勳章出現 二級跟一級的普通鐵獅子有570多萬 其餘的都是專業精英,一萬都不到 像米方面,黑身風是日文的漢字 意思是黑森林 是德國西南部巴登福藤堡州等地的常見地形 可是德語並沒有Kuromorivine的這個詞 黑身風的像米應該是不知道怎麼唸才對的 而這個字剛好是德語配音版的校名 所以這個校名是從日文譯出來的 為什麼Kuromorivine叫這 因為聖哥與桑達斯是外來語 很有可能黑身風是本地學校 用外來語的是外國人建立的 校服方面,熟悉的顏色,熟悉的剪裁 不就是國防軍陸軍的制服嗎? 戰士道制服就更有德軍風了 尤其是裝甲兵的制服 不過褲子改成了裙子 襯衫改成了紅色 而現實中只有戰車地板是紅色而已 學員方面,第一個,西就美穗 曾經的軍神在黑身風服役 從初一就開始接受戰士道的訓練 指揮過二號跟三號 而且曾被Erica捶過 其實美穗算是與Erica私出同盟了 不過美穗是靠關係才成為了副隊長 高一的時候,美穗就轉到指揮216苦 到了真理之戰中,她為了營救小梅 放棄了坐機,導致黑身風的戰敗 沒錯,那個是小梅來的 先不討論為什麼主人們歸為基底報公 為什麼她的戰車是騎車的 西主真碎,西路流的正統傳人 戰士道的隊長 她的魅空歷程在人物介紹已經說過了 除了軍神以外,對任何人都非常嚴格 而且也擁有超強的感官 有個戰士道有什麼飛機大炮的存在 在黑身風的大喜之戰就知道了 Itsumi Erika 跟著名的德國民歌同名 西主流的忠實支持者 貫徹了西主流的教義程度甚至比真碎還高 例如在兵敗真底後 Erika直接送美穗一個鄙視 果然是中選與戰車 只是太超過還是不行啊 目前擔任著戰士道的隊長 有50%的機會能夠跟美穗再打一場 使用載具方面呢 先說路過法 首先有FA-233龍式軍用直升機 沒錯,直升機啊 Helicopter Helicopter 其實30年代各國已經開始有直升機了 福克沃爾夫FW-189偵察機 齊柏林飛船 有2號戰車F型 3號戰車J型 PC35T輕戰車 PC38TB型輕戰車 4號戰車D型 5號戰車B式G型 6號戰車古式E型 6號戰車2虎王B型 8號戰車褲式富兵卡型 3號吐踢炮F型 4號驅逐戰車L70 5號驅逐戰車列爆式 像是驅逐戰車而別真的是有機箱了 6號驅逐戰車列古式B型 克魯伯L2H143 6×4火炮牽引車 SDKFC2少旅中末旅行式 半旅帶摩托車 不知道怎麼練球型裝甲車 你可以想上升得潘加多姆的圓芳清氣 SIM卡5汽車 法國貨 Volkswagen巴爾式水桶車 戰術方面 當然是遊戲就多戰術而不然呢 一擊逼重 骨弱金湯 令威不亂 鐵字準則 鋼子一指 以強大的火力和裝甲 與敵軍進行短時間的交戰 順從勝利之上的主意 任何阻礙勝利的行為 多虧貫的可以斜門歪道 我是直接扣第十集的 Erica對美穗的行為 做出這個廉禮批評 是完全貫徹了西柱流的本質與心碎 雖然西柱流像是用全中壓死敵人 但他們還是個白陣的 再用全中壓死敵人 第十一集 黑身風擺出了這個三級戰的縮小版 先是前鋒分別有隊長副隊長車跟重戰車 中間是鋒是中戰車 後方是驅逐戰車 火力銳打排隊後 最終章D3跨中出現了一個超奇怪的陣型 獵豹當騎車這個不談了 一屬是上市獵狐打頭陣 豹與騎車在左翼 豹523號當右翼 你跟我說這個是西九流 不過被真理直接破招 跟你說多少次不要這麼累了 後來Erica跑到3號做指揮 率領一隊豹士在繞後 哎呀哎呀打局打得開心 最後被第一級車大轉特轉了 恭喜Erica拿到了等級不是問題 更找到自協的戰車道 雖然以上戰術都不是無敵的 不過強大的硬實力 能夠讓這個黑身風在無數長的戰鬥中 只有四家學校 而不包括大學 能夠擊毀他們的戰車 分別是聖哥正賽擊毀過三輛載車 不過後來戰敗 繼續高中正賽擊毀三輛 有一賽擊毀六輛 不過兩場都是輸 大喜擊毀十一輛 基礁榜拿第一 真理 不過後來大喜打破了黑身風不敗的傳說 讓各大小學校抬頭 大學校轉而開始崇拜大喜 小學校而北盧哥物理清除 沒辦法救不了 只要是同樣的戰術玩多了就會有產生關心 其漏洞會被無視或是看不見 相反 對手們會無端地精進置身的實力 不跟黑身風玩炮大機槍的遊戲規則 當然 無法否認的是動物人是以為的強大 要和自己人才能把氣球戳破 我們都很期待黑身風能夠被小學校反殺 不過抱歉 遊戲規則的制定者 還是他們 Erica呢 最後這個新打法又再一次打爆仇敵 最後他們還有一兩場戰鬥打 表現如何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今天影片到此為止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點贊、留言、訂閱、頻道 我們下期見 拜拜